好,下面一个 查询年龄最大的学生的姓名 刚才咱们找到了谁的年龄最大 谁的生日最小 是不是谁的年龄就最大啊 刚才咱们写过这么一条语句 select mean sto birth 然后from tb student 刚才这条语句咱们找到了最小的生日 最小的生日是不是就有最大的年龄啊 但现在请看 我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要找的是年龄最大的学生的名字 我不是找这个生日 我要找这个名字 把这个名字找出来 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好了,这个时候你看我可以这样写 看好 我再写个查询 select sto name 是不是查名字啊 from tb student 查学生表 查学生的名字 但是我要加条件 where 你的生日 你的生日正好等于这个最小的生日 你看我把刚才这个查询 用括号给它扩起来 我把刚才这个查询哈 用括号给它扩起来 用括号给它扩起来 当成一个条件来用 你看哈 我先查到最小的生日 如果你的生日正好等于这个最小的生日 你是不是就是生日最小年龄最大的学生 我就把你的名字查出来 你看 我先写一个查询 把这个查询的结果作为一个条件 作为另外一个查询的一部分 作为另外一个查询的条件来使用 你看 在这个select里面 是不是又嵌套了另外一个select 这个就叫子查询 在一次select里面 又嵌套了另外的select 这个就叫子查询 我把这个查询的结果 作为另外一个查询的条件来使用它 这个叫子查询 或者叫嵌套的查询 好你们那边查的慢 是因为那个网络 可能是网络的原因哈 连阿里云都是有点慢 所以查询要等半天 以前我们都是让 让每个学生在windows底下 又装了一个mysir的数据库 但是我我个人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没有这个必要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将来你实际工作环境 不会在windows底下去装的 包括你实际上开发 你公司的开发环境底下 你公司的开发环境里面 可能也是公司有专门的服务 去布设数据库 你直接布设了测试开发用的数据库 你直接连上去玩就行了哈 所以没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去 我我反正我不建议你在windows底下 去装这些东西哈 如果慢的话 如果慢的话 你可以开手机热点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哈 反正我不太建议 没有没有必要去windows底下 再折腾一遍了哈 你实在觉得受不了了 你这样在windows底下装一个 网上有教程照着弄就行了 实在弄不好再找我哈 我来帮你看 好 你再自己在windows底下装一个就行了 我个人不觉得没有必要哈 哦对了 还有个事情强调一下 正好 正好今天有学生哈 他说 他们他们那个数据库被别人黑了 正好正好 现场教育一下哈 正好现场现场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啊 今天这个学生他们数据库 被别人黑了 然后给他们发了个这个 这是勒 勒索比特币的哈 说你看你们要想恢复数据 他把他把那个数据库给破坏了 数据全破坏了 说你如果想恢复数据的话 你要你要给谁 给他们发什么 给他们发发给他们把给他们比特币 给了比特币之后 他们就会给你恢复数据哈 这种就是典型的典型的勒索 勒索 比特币勒索 勒索比特币的 好 然后这个有一点哈 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 将来你的数据库绝不应该向公网暴露3306端口 对吧 你只能比如说你要做实验的话 你也 你也最好指向指向他 你指向指定的 你公司内部指定的机器 开放3306端口 对吧 绝不能向公网开放 我们现在是为了做实验方面图审事 我们这样做的对吧 你将来项目真正上线了之后 包括你公司里面的数据库 是绝对不能向公网开放3306端口的 这无余告诉别人快来弄我吧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知道 不要向公网暴露3306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我们之前编辑 在阿里云配反火墙的时候 配反火墙的时候 我们写的是0.0.0.0斜杠0 其实那个对吧 都不应该写那个 应该写指定的机器对吧 哪一台机器是可以访问的 哪几台机器可以访问的 那里如果写的是0.0.0.0斜杠0 就表示全世界都能访问 那你无意于告诉别人 快来弄我对吧 快来整我吧对吧 快来弄我吧 所以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我反 我反复强调这个事情 但是你实际工作之后 也有可能 一不小心 就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 然后你还遇到这种 还让你给比特币对吧 好你搞 你弄得了比特币 还折罢了 你连比特币都搞不懂 怎么弄对吧 怎么交易 那也不要了 亲命了吗 对吧 那你得折腾多久 你才能够 才能把你的数据给恢复过来 所以你在配防火墙的时候 那天我们不是说了吗 配防火墙的时候 那里不应该写0.0.0.0斜杠0 对吧 应该指定 指定 就算你要暴露端口 就算你要把端口暴露出来 也只能向指定的机器暴露端口 不能写成 0.0.0.0斜杠0 再说一下 那个反火墙 那个地方 而且给大家说一下 将来除了阿里云 这个反火墙 我说一下 除了阿里云 这个反火墙 Linux系统上面 还可以自己弄反火墙 还可以搞一套 还可以搞自己的 重新搞一套自己的反火墙 或者你把阿里云的反火墙不要了 1到65535全部打开 然后搞一套自己的反火墙 或者专门搞一台机器 来提供反火墙服务 来提供反火墙的服务 你看这个是阿里云的那个反火墙 点管理 点安全组这里 我们再说一次 配置的时候 添加这个配置的时候 这里不应该写0.0.0.0斜杠0 对吧 应该指定 指允许哪些机器来访问你 就算你要暴露3306 也要指定机器 哪些机器可以访问你 绝对不能像 直接向公网全开放 这个无欲裸奔 对吧 让别人来弄你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还可以配自己的反火墙 除了阿里云这个反火墙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渗透S上面 应该有一个 它自带的一个反火墙 只不过默认是没开的 来 我们把它开起来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事情 你看一下就行了 我简单演示一下 我先把N-X起起来 我的N-X是不是那些暖到了 N-X是不是坏了 还是有点问题 我先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我的80端口数被别人占了 是好像是被占了 现在我的N-X停也停不了了 是吧 是 我先把删除了 YUM remove N-X 那remove写错了 YUM remove 哎 N-X 卸载了 然后呢 杀进城吧 杀进城好像也杀不掉 是吧 这都还有N-X 哎 好了没了 对吧 没有N-X了哈 咱们重新来转个YUM install N-X 大家应该加个解决 Saison control start N-X 好 提起来了哈 80端口应该被占用了哈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默认 他默认不是自带了一个首页吗 对吧 12077 120217哈 你看 这张自带的那个首页 对吧 看到了吧 那些给大家看过的哈 然后你看 现在如果哈 我们在阿里云的防火墙 开了80端口的哈 所以现在可以直接反问了 但你看 如果再起个防火墙 我把渗透S底下 自带了一个防火墙起起来 马上这个地方就不能反问了 来看哈 Saison control 我再起个服务 start 防火墙的服务叫firewallD firewall 防火墙是不是叫firewall啊 这个D什么意思啊 还记得吗 Demon Demon 什么意思 Demon 守护精神哈 这是个守护精神 你看 咱们咱们平 咱们昨天不是说了那个定时 任务吗 对吧 还记得吗 咱们昨天讲了 ant可以起定时任务 对吧 用这个crown time 可以周期性的定时任务 它为什么 为什么我敲了个ant 敲了crown time 它就可以帮我定时 执行任务哈 其实后台 你注意看 其实在咱们的后台 有一个叫 ATD的一个进程 请看 这就是那个 ATD那个进程 你看ant Demon 看到没有 跑计划任务 的Demon 守护精神 然后这边 还有个进程 叫 crown time D 看到了吗 没有这个 叫什么 crownD 叫crownD 看到了吗 叫crownD 你看这些都是守护精神 都是Demon 都是守护精神 看到吗 因为有这两个守护精神 所以咱们 咱们安排的 在将来执行的计划任务 或者周期性要执行的计划任务 是不是才有人帮你执行 谁在帮你执行 就这两个守护精神 atD crownD 看到没有 atD crownD 这个对应at命令 这个对应crownTime 对吧 对于你的克隆表 然后你的周期性的计划任务 好 咱们如果要起防火墙 可以来一个system control 咱们start一个叫firewallD 这就是防火墙的一个进程 默认是没有开的 如果你起了 把它要想把它起起来 system controlstartfirewallD 把防火墙起起来 你看 我起了防火墙了 来注意看 再请求 能访问吗 不能访问了 阿里云的防火墙是开了的 但咱们自己的防火墙 有没有开80端口 没有开80端口对吧 好 那怎么开呢 如果想开80端口 请看 它还有个命令 叫firewall -cmd 这个命令就是配置防火墙的命令 firewall-cmd 配置防火墙 好 我要加端口的话 叫-andport 咱们要开哪个端口呢 咱们开80端口 开TCP的80端口 好 如果要一直开着 好 要一直打开 减减 permanent 这边是永久开启 减减 permanent 好 来回车 回车 这他说成功了 看到没有 成功了之后 但你看 现在能访问吗 来刷新一下 走 还不能访问 好 如果你配了防火墙 需要重启防火墙 重启服务 用什么命令 System control Restart firewall D Demon 守护精神 来再访问 再刷新 应该可以访问了 好了 没有问题 看到没有 所以将来 你还可以自己 开防火墙 看到了吗 你可以自己开 这个叫firewall D 好 你看现在 我把防火墙打开了 请问 我的Massher 快连不连得上 我没有开3306 我没有开3306 你看现在 我还连得上 我来查询一下 来走你 好 直接报什么 连不上了 对吧 连接丢失了 因为防火墙开了 好 咱们把自己的防火墙 关了算了 怎么还是暂时用阿里的那个防火墙 以后你也可以用自己的防火墙 看到了吗 这个精神叫firewallD firewallD 防火墙守护精神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用 其实这个已经很好用了 除了这个firewallD之外 还有一个叫IPtables 你可以自己装 你可以用这个收一下 还有一个防火墙 叫IPtables Linux底下最有名的防火墙 就这个firewallD 和这个叫IPtables 就这两个 装一个是不是就行了 你没有必要两个都装 对吧 有一个就行了 你看有没有 来找一下 有看到没有 IPtables 这个也是防火墙 刚才他们自带了个firewallD 也是防火墙 这有两个版本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是32位的 这个是64位的 你在装软件的时候 如果这里写了x86 下发现64 这是3264兼容的版本 这种的话是32位的版本 从86686这个 是32位的版本 底下这个是64位的版本 好 好了 这一小段我就说到这儿 来重新连 好 可以了 对吧 好 现在没有问题了 来年龄最大的学生 杨布会查到了 这个叫子查询 来自己把这个试了 试一下 好 来各位 咱们继续 来往下看 下面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来我们说一下 来看下面这个怎么查 来注意看我这儿 下面一个怎么查 查询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的学生姓名 你要查一个学生选了几门课 在哪查 成绩表对吧 选课记录表 或者叫成绩表 tb score里面去查 对吧 那个表里面可以查到每个学生选了几门课 这个可以用count数的数的出来 对吧 好 咱们要查是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的学生 好 怎么查呢 来先看 不要着急 说先查姓名 先把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的学生学号 先查出来再说 咱们来个select 看好 select stid 咱们要查这个学号 从哪个表查呢 从选课记录表 成绩表里去查 front tb score 好 咱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好 咱们要 咱们要来个什么呢 咱们要来个group by 用学生的学号来分组 分完组以后 咱们要找一下 写个hemi 找一下 count数一下 数一下这个学号是大于2的 把这样的记录查上来 把这个学号的数量大于2的查上来 你在这个成绩表里面 学号出现超过了两次 说明什么 说明你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 这就说明你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 来 咱们看一下 哪几个学生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 好 这有三个学生 1001 1033 375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看一下 1001 1001选了六门课 对吧 还有呢 1033 咱们看一下 1033 这个学生选了三门课 看到了吗 选了三门课 还有个3755 3755也选了三门课 你看 这是一个学生 就是刚才咱们要找的 选课数量超过两门的 这个学生 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的学生 会这样写 看好 咱们去查学号 查学生的学号 从这个选科记录表里面去查 咱们先把学生和学号 分到逐以后 然后咱们去数学号 数出来学号大于二的 再查上来 虽然这里又加的是三选 看到没有 分完逐以后加了个三选 咱们只数学号大于二的 只数这个学号大于二的 好 满足这个条件 咱们就把它学号查上来 这个能看懂吗 好 这样一写的话 咱们就查到了 好 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的 学生学号就查到了 来请看 现在我要查的不是学生学号 我要查的是学生的姓名 所以咱们来个 select stuname fromtb student 查学生的名字 要查学生表 对吧 只有学生表里面 才有学生的名字 但是要加筛选条件 where 你的学号 能不能写等号 来 咱们先写等号 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写等号 如果写了等号会怎么样 咱们这写上等号 咱们看一下写了等号会怎么样 好 来咱们查一下 这里加个加不加都无所谓 他没加分号 他执行的时候也会帮你断句的 好 来请看 这里写等号直接就报错了 要报什么错呢 来 注意看这个错误提示 只查询 返回了多余一行记录 你看 你能不能让一个学号 去等于很多个学号 这里有可能会 将来咱们看到 这个返回的是三个学号 你拿一个学号 就等于三个学号 是什么意思 对吧 一个学号怎么可能 等于三个学号呢 因为后面这里相当于是个集合 对吧 集合面放了三个学号 好 我要判断这个元素 再不再集合里面 能不能用等号 不能用什么 用印运算对吧 用印 好 所以咱们把这改成印 如果你的学号 在这个集合里面 你不就是选了 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的学生吗 我就把你的名字给查上来 来再看结果 再来运行一下 好了 你看 这四个 这三个学生 他是选了 选了两门以上的课程的学生 就是他们的名字 就查到了 来注意看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第一个是首先 要查成绩表 查这个选课记录表 而且要用分组 要统计出 选课数量大于2的 把这些学生的学号查出来 然后这里用集合运算 判断学号在不在这个集合里面 把它做一个筛选条件 去学生表里面 查学生的姓名 所以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来 把这个 看一看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好这个搞定了 咱们就休息一下 让我下讲 咱们就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